WTT澳门冠军赛落下了帷幕 刘诗文和许欣携手拿到混双冠军 王楚清一路过关斩将 拿到了男单冠军 王曼玉再次证明自己 拿到了女单冠军 在这里 我们再次恭喜四名运动员 在2022年的开端 收获了春节前最好的礼物 鬼谷全城 女单半决赛中因为陈梦和孙颖莎 提前出局 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度 刘诗文虽然赛前表示 尽可能给孙颖莎制造一些麻烦 但比赛中 她的状态相当火热 直接将冠军热门之意淘汰了 而在陈梦和王曼玉的比赛中 过程相当精彩刺激 两人激战到第七局的最后一刻 陈梦一度大比分1比3落后 在最关键的第六局 最后时刻一个触往运气球 让双方进入了决胜局 而在这一局 陈梦不是没有机会 但王曼玉更加稳定 不过 在女单的半决赛中 有两个小插曲 赛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首先是一个截图 图中展示了肖战指导在场边打手势 指导王曼玉的画面 不少人认为是违规 但根据专业人士解析 类似动作在新规则中 已经被允许 另外 不得不提一下 当时王曼玉背对着肖战指导 也看不见手势 拿这样的瞬间说是 没必要 其次是现场的部分截图中 可以明显看到 有一次激光笔的画面 而且陈梦也有向裁判反映的瞬间 于是乎 赛后关于王曼玉胜之不武的评论声 相当大 而在舆论越来越大时 转播方给出了权威解答 在决赛进行前 解释道 那是现场摄像设备光线 并非激光笔 诚然 即便是摄像光线 也确实给运动员带来了干扰 但朋友们 应该对现场布置人员考虑不周提出质疑 不该攻击喜爱运动员的对手 在赛后 陈梦在总结比赛时 明确指出 自己的发挥整体不如王曼玉 一直处于追赶的状态 从比赛过程中 大家也都能看到 陈梦不必要的主动失误有好多个 还连续吃发球丢分 加上王曼玉的反手拧拉那么强 输掉比赛也不是太意外 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对决 仅关注比赛本身 相信不少球迷都觉得酣畅淋漓吧 有起伏 有激烈的多拍相持 有相互之间的战术变化 总之 我看得相当满足 自此 关于王曼玉再取一个女单冠军 质疑其含金亮的声音 就可以结束了 说实话 王曼玉确实崛起得很快 在东京奥运会还仅仅是皮卡选手 没想到之后的全运会 世平赛那么猛 而且还是踩着陈梦和孙颖沙上来的 而在WTT世界杯上早早出局 让他的争议性变大了 相信后续王曼玉的成绩单会越来越出色 也期待球迷多关注比赛本身 都是国平重要的一员 真没必要互相攻击 您觉得呢